兰湛看了看紧闭的房门,念及魏老爷的阴阴交代,心中的激动与兴奋如烟散去,轻声道,你们都下去吧。 白纸,你带各位入席,喝杯喜酒。 喜郎有些犹豫地看了看婚房,无奈跟着白纸离开。 魏英,开门。 兰湛敲了敲门,里边静忌无声。 兰湛加重了力道和语气,魏英,你听得见我说话,开门。 魏英抱手坐着不动,兰湛放下手,抬脚一踹,砰,门应声而开。 啊,魏英吓得惊叫一声,心也猛地一跳。 看着踱步而入的冷脸前缘,他眼神鲜视一亮,这家伙居然长得还算过得去。 可惜,他魏英是有原则的梁家昆泽,在梅根不时任那狗东西掰扯清楚之前,他是绝不会移情别恋的。 兰湛看他那心肤狼插着腰坐在那,脸上毫无喜色,眼里杀气凛冽。 喂,我有话跟你说,兰湛本就舒淡的表情更是素冷,红盖呢。 我扔了,魏英看他一脸凶下,心里刚升起的好感消失得无影无踪,所以说,他最不喜欢这种只会凶昆泽的高冷前缘了。 长得再好看有什么用?脾气那么坏。 不时任虽然不做人,但他那温柔体贴的脾气和那张嘴的确很讨人喜欢,想着,魏英更是满脸挑衅道,如何?你还敢打我不成? 兰湛环视一圈,在床角看到那红艳艳的习盖,便走过去。 魏英看到他直直朝自己走来,却是误会了,立即蹦了起来,你碰我一下试试。 喜盖被魏英踩了又踩,兰湛不由皱起了眉,眼神不免越发凌厉。 被他那样一叮,魏英就耸了,别看他傲娇又任性,其实就是个色力内忍的直老虎。 兰湛神色冷淡地捡起喜盖,认真拍干净了,轻轻盖在将在那里不敢动的魏英头上。 魏英茫然地看着那抹红色遮住自己的脸,又茫然地看着喜盖被眼前的前缘慢慢地掀开,不但凶,还是个怪前缘。 看卓手上的合锦酒,魏英回过了神,他瞪卓手上的酒杯,刚想骂人,对上那双渗人的眸,胆子又缩了回去。 算了,好坤不吃眼前亏。 喝了酒,兰湛亲自剪下两人的一缕青丝,装进香囊里,一边低声念,结发为伏夫,恩爱两不宜。 喝了酒的魏英以微熏,对着兰湛微微醋眉,什么,恩爱。 我才不想嫁你,讨厌鬼,居然酒里下药,混蛋。 可惜张嘴就是大舌头,兰湛看他酒容红嫩,眉目清丽,眼波炼焰,早已无心解释,他未在酒里放东西。 魏英痴痴一笑,想娶我,没门,坏家伙,说着跌跌撞撞要起身离开,找人,收拾你去。 一笑意清成,百媚座钟声,蓝湛抱住东倒西歪的魏英,不再强行压制身上的信香,被他的钱香一裹,魏英瞬间软了腿,昆香也立即被勾了出来。 一夜晴暖,半夜银香。 魏英从小到大,见过太多被钱缘标记过又被抛弃的昆泽了。 那个标记,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缰绳,不仅套牢了那些昆泽的脖子,也套牢了他们的人生,不得自由,没有一丝生气,活得卑微无光,甚至只要那个标记的钱缘招招手,他们便毫无抵抗能力地靠过去。 所以,魏英最恨的,便是那些钱缘利用信香来压制他,逼他臣服。 以前不时任若敢不经他同意释放信香,他二话不说,便是甩一巴掌或是一杯茶泼过去。 顾成亲第二日,蓝家这对新人便打起了仗,魏英趁蓝战出了门,直接把他所有东西都砸出了院子,还让魏加莱的奴婢们把院子守得连根针都插不进。 蓝战回来后,脸色变都没变,命令白竹将那些魏加莱的奴婢全部绑了。 送到庄子上,之后仍没挽住新房。 王八蛋,讨厌鬼。 魏英又恼又恨,摔东西,骂人,绝食什么招数都来了一遍。 前面那些折腾,蓝战都随他,只让下人看着别让主君受伤,当时也不声不响。 结果就是魏英三天没下床,可是闹绝食,蓝战出手就不留情了。 他让白竹把魏加下人的卖身器拿去给魏英看,末了留下一句,一日不吃,就卖一个。 魏英再任性,却是无法不顾及身边常年陪伴之人的命运,只得乖乖用善。 在蓝战那,魏英被压得死死的,完全翻不了身,气急了便开始跟他冷战。 一连几个月,他没给蓝战一点好脸色,你不过是靠着那身信箱逼我服软,前缘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蓝战听完,魏英,你从不肯好好听我说话,既然不肯听,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 但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心,等你何时愿意听了,咱们再好好谈。 跟你这种只会放信箱的讨厌鬼,我才无话可说。 魏英别过头。 蓝战叹了口气,转身走了。 魏英原本以为,他和蓝望姬只有不美好的开头,不美好的过程,最后也只会成为一对相敬如兵的怨偶。 即使他们同床共枕,日日欢好,也不过同床一梦。 我才不要给讨厌鬼生宝宝,魏英心道。 他以为自己偷偷喝避孕药的事没人发现,其实蓝望姬都清楚, 但他只是看着那堆送不出去的账本正愣了好一会儿,才吩咐白纸。 罢了,你去把它换成不伤身的。 爷,您既然喜欢主君那么多年,为何不跟他说明心意呢? 若是说了,两人或许会有滑冰转机,而不是如今这般,一个冷淡一个沉默。 不会说,也说不出口。 我早便知道,他不喜欢我这样冷性子的。 他喜欢的,从来是那种嘴甜爱笑,也会哄他笑的。 即便如此,蓝湛喜欢魏英,也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喜欢,他有自己的骄傲,不惜也不屑如不食任那样去伪装脚事,去妥协迎合他对魏英的爱,就如他的心,永远滚烫而又炽热。